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过古情这东西呢 通常取高和寡 在这个时代 多数老百姓的终极目标还只是温饱 估计能懂情并欣赏的古人 不会比古代的熊猫多 宁兰奠量了一下自己 作为六品官庶女的身份 心想将来的夫婿只要不是十八摸的忠实听众就投笑了 哪敢要求人家能听懂这种高级货 大约一个月后 华兰从京城寄回低风家信 生老太太眼睛花看不清 王氏不识字 里面又有些媚宅的私密话 不好让男孩子和仆妇知道 最后还是如兰和明兰一起合作 磕磕巴巴的把信读完 这是封平安信 大约是说婚后生活很幸福 袁文绍对她也颇为体贴 只是屋里原有的两个通房都是从小服侍的丫头 让华兰心里很不舒服 不过自从澄清后 袁文绍再也没理会过他们 她的公公钟晴府的老伯爷倒是很喜欢这个活泼讨喜的新儿媳妇 不过婆婆就淡淡的 只宠着大儿媳妇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 原来大儿媳妇是伯爷夫人清表姐的女儿 难怪插不进手 不过因为袁文绍在外头颇为出息 在那个低调的伯府里算是得脸的 府里上下婆子管事也不敢小瞧了华兰 日子过得还算不错 明兰一边读一边觉得不错 公公到底是伯府真正的掌权人 有他喜欢 此事好事 一般来说 公公喜欢儿媳妇 只要不喜欢到天香楼去 都是好事 王氏全都听完了 才长长的出了口气 他知道 华兰素来挑剔 有三份好 他也只夸一份药 如今这般说 估计是婚后日子挺滋润的 父母以仗大儿子也是常事 看重长席更是平常 叫大丫头不要往心里去 过好自己的日子就是了 要孝顺公婆 服侍夫婿 圣老太太忍不住唠叨 王氏叹气道 我只知道是这个礼 可华兰自小就是家里的头一份 从未叫人盖过去 如今 唉 待到以后分了家就好了 反正伯府归大房的 华儿两口子 自己过日子也不错 况且 女婿也是个能干的 若是平常 圣老太太当然会说两句 父母在不分家之类的大道理 可她到底心疼自小养过的华兰 一颗心便顺了过去 在长辈跟前学些规矩也好 以后自己分了家单过 便都有章城了 到时早些有喜心才是要紧 时日如梭 圣府平静无恙 圣老太太慢慢整理府内的规矩 王氏也渐渐地掌回了管家大权 以引事务接照个人等级行事 如有不绝便问老太太 圣红见府内秩序井然 朴妇管事 据妥贴听话 也十分满意 唯独林七阁怨声载道 圣红记着孔嬷嬷的话 强撑着不去理睬林姨娘 连风歌墨姐而说情 也摆出一幅严负面孔 把他们一一骂了回去 林姨娘怎肯罢休 十几年的专宠 她早已受惯了 于是便使出种种手段 一会儿生病 一会儿忧怨 一会儿哭诉 一会儿挑拨 可圣红到底与她同床共枕了十几年 相同的招数 一用再用 便是再好的招 也用老了 圣红已产生了不弱的抗体 反而年少时 圣老太太待她的种种恩情 不时涌上心头 欲觉得自己不孝 想起为何母子身份的缘由 便产生多米诺情绪效应 随运气心肠 冷着林姨娘 把一腔热情导向工作 孤立根支 调配商骨 短短两三年里 智力的丹州 纷扰复数 上缴不少的说服 做出了不错的政绩 加之她惯会做人 地方经中的熟人 都常有打点 三年一任期满时 再次获得考评济优 升了从五品 并获连任 官场得意 仕途顺畅 圣红便不大注意 老师闹别扭的林姨娘心情 反倒对着不大着调 脾气不好的王氏 吐呀吐的也就习惯了 时不时的与王氏吵上几句 因她如今立身甚正 王氏义无说辞 但凡她有不当的举措 反被圣红抓住刺重 什么不孝 不敬 不恭 不贤 一顶顶大帽子扣下来 王氏毫无还手之力 圣红 每次大胜而归 平日去去年轻漂亮的香姨娘和平姨娘处 调剂一下心情 指点下儿女学业品行 日子倒也过得悠宅 林姨娘一瞧情况不对 便打点出万分的温柔手段 并不敢再提出什么出份的要求 费了姥姥劲儿 才把圣红哄了些回来 但至此也老实了不少 明兰窝仔寿安堂 和圣老太太作伴细耍 一老一小 甚是相得 融融恰恰 笑脑不断 每次圣红来请安 都觉得寿安堂气氛 十分舒适惬意 便也放松了心态 与老太太越聊越自在 有时拿着明兰 似绣失败的作品 调侃宠溺一番 加上墨兰如兰的凑趣 长百长风也算读书有成 妻妾也收拾了脾气 乍看下居然溺下和睦 圣红极有国泰明安之感 这天下午又有庄师娘的古琴课 明兰从上午起就觉得指头发疼 偏偏装先生有字讲个没完 再这样脱客下去 中午就没时间休息了 哀怨地抬头看 发现除了她和正念字的长洞外 其他人都精神抖擞地进行学术讨论中 线下京城里最热闹的话题 正是三王爷和四王爷的大位之争 三王爷心纳了不少妾室 日夜耕耘 累得眼貌惊心 却广众博收 至今没有伸出儿子来 王府里勤满了和尚道士 日日烧香筑起 引得不少原本观望的 言官遇事不遇 而四王爷的独子 却茁壮成长 已开始牙牙学语了 四王爷心宽体胖 反倒脾气健好 簇拥着日众 皇帝身体一日不如一日 关于楚慰人选的争论 以白热化 两边各有各的人马 摇起呐喊 动不动引进居典 吵得不亦乐乎 张先生今天讲到 《孔子家瑜》里面有一句 公仪种子嫡子死 而立其地 作为一个好老师 通常要理论联系实际 来解说课文 加之这位先生 性子豪迈骆驼 于是便抛出这个议题 让学生们各自议论 立敌掌忽 立贤能忽 输家 一开始 常摆长风都反对 认为旺义朝政会招来祸断 庄先生摆手 笑道 无妨无妨 如今京城里便是个茶馆 也常议论这个 更别说那些公侯伯府的高官大力了 关起门来偷偷说一说 不妨事的 况且咱们今日论的是立敌与立贤 无关朝政 大家都来论一论吧 这个命题在胜负 也是很具有现实意义的 既然老师这么说了 同学们立刻踊跃加入讨论 辩论双方很显明 常摆和如兰是天然的敌掌派 长风和墨兰是本门的邪门派 旗下的明兰摸鱼 肠动弃权 常摆首先含蓄地提出 秦二世胡亥 这个首开仙端的烂皇帝 说明不遵从敌掌继承 足以断送一个好王朝 长风连忙用汉武帝的例子反驳 刘小珠在汉景帝的儿子中 排行十好几呢 京石子集长摆比长风读得透 立刻言简意该地指出 汉景帝再宠爱刘小珠 也是先把王美人立作了皇后 从礼法上把事情走圆了 才名正言顺地把小珠 供上了太子宝座的 这恰恰说明了敌掌继承的原则 长风心里咯噔了一下 墨兰记上 温婉地提出那个著名的傻瓜皇帝 敬惠帝 细细软软地说 满朝文武聚之 惠帝愚钝 可为着敌掌依旧立了他 方有之后的贾南风专权 和巴王之乱 若是当初立了别的小皇子 晋朝不至偏安南方 大哥哥 您说呢 如兰欠缺理论武器 但胜于气势旺盛 如敬惠帝一般的傻子 世上能有几个 难不成四姐姐 把世上所有敌掌子 都当傻子了不成 这边举隋阳帝 那个费掌利诱的极端恶劣例子 痛心疾首地叙述隋阳暴政 给老百姓带来多大的灾难 那边就立刻用李世民的例子反击 还洋洋洒洒地把贞观盛世给吹了一遍 说明四子未必不如长子 两边争论不下 势均力敌 不过有庄先生震着倒也没伤和气 大家说话都斯斯文文的 只是暗涌不断 说了半天 大家都口干舌燥 才发现明兰还悠斋在一边 立刻集中炮火 要求明兰表态 明兰眼皮直跳 这是让她站队呀 可这个时候 如果装怂 以后就会渐渐被自动剔除 手足间的平等行列 过分懦弱 不敢出头 处处缩手缩脚的结局 云春小姐已经有很好的诠释了 当然 这也不符合明兰的性格 她想了想 便笑着对凶姐和庄先生道 我心中有个计较 可嘴半说不好 不如眼上一幕 请大家看一看 也算一乐 如何 不过待会儿 大家伙谁也不许开口 庄先生最是好事 欣然点头 其他几个也一般 明兰立刻招呼丹菊进来 低头在她耳边吩咐了一遍 单局硬下 一会儿 她便带着三个 梳着双鸭的小丫鬟进来 其中一个 是兴奋到明兰处的燕草 另两个是如兰和墨兰的小丫鬟 三个小丫鬟 妾生生地站在堂前 给主子磕头行礼 然后拘束地站着 互相看着不明所以 明兰对着他们三人温言道 适才庄先生与我们讲课 刚品评到我们三姐妹的高低 庄先生来府里不久 咱们又不好自个儿夸自己 索性便找你们三个 嘴皮灵便地来说说 谁说得好 主子这里有赏 燕草都惊喜地抬头看明兰 另两个去看自己的主子 只见三位小姐都点头示意 她们便信以为真了 明兰笑着扭头 看了一眼几位观众 又对三个丫鬟震慎道 你们先说说 四姐姐 五姐姐 和我 三位姑娘 哪个最贤惠聪明好脾气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